今個禮拜除了爭冠大戰之外 還有爭四大戰 阿是東維拉面對著熱刺 究竟可不可以報回上個循環的時候呢 大家好 我是爭四緊要過爭冠的萬聯投迷東春坤寧 英超爭冠大戰利物浦主場迎戰萬聖 講人腳 唉鬥不過了 但是利物浦就是鼓勵不到 靠熱血靠鬥之總是可以創造奇蹟 我相信今次都是可以的 大家好 我是怎樣都撐住李記的 李記庫 作為一個考古學家有這個年代的萬聯球衣 是很合理的 但是作為一個忠實的萬聯擁躉 今個禮拜對著愛華頓猜他們贏球 是不是合理呢 Hello 我是今天發生做考古學家的房中圍 歡迎收看今集 麥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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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貫這些東西就太遠了 不要想著 四貫第一貫固然開心了 但是我們focus的 當然是英超爭貫 英超爭貫大戰 星期日11.9都不是很晚 利物浦在岸非路對著萬城 分析方面 老實說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 都暫時覺得悲觀 不如先聽到萬聯球迷的角度 那是你悲觀 我看得出利物浦拿了第一罐之後帶來的好處 你剛才說你恭喜機夫 我以為你說恭喜你準備拿四罐 我多害怕 你知道你心比多好 不是啊 我是真心祝賀的 我是真心 你們經常都覺得 喜歡萬聯的人就很毒 其實不是的 我們都很善良 我們今季就是不和大家爭 多善良 很難有一隊頭隊這樣 真的 上個禮拜 萬聯球迷的善意 我感受到的 上個禮拜 甚至我期望 雙雄同心抗萬城 在萬聯主場 我奢望萬聯 起碼都可以逼和到萬城 不過我這樣說就盡力了 你們都 你說善意 那有沒有誠意 對萬城那場 我說我們萬聯對萬城那場 真是夠誠意 三個防衷 都擺出來 已經是比平時兩個防衷 有改變了 對不對 基本上 伊雲絲又搏到傷 拉書福特又搏到傷 真是鞠躬盡水那一隻 辛苦了 我發現他是最毒的人 笑著說這些 這麼失望的新聞 但我又覺得上場 其實頭上半場 或者我覺得甚至去到六七十分鐘 萬聯都是發揮得OK的 但問題就是 因為萬聯有時候是用五人防守 基本上你看到他們十一個人都回房 都是守不住他們現在 腳頭非常勁的 佛頓和落敵 你覺得今場 會不會都是比較多波入呢 我覺得多波入是很尷尬的 兩三球左右 現在呢 就很多外間的球評家 盤務操盤手 就比較看好萬成的 縱使他們是客隊 不過我都理解的 因為幾乎有些傷兵 一會就要問你 跟大家更新一下 接下來周中 其實周中大家都有歐洲賽去應付 不過我相信 所消耗的體力應該不是很多 利物浦叫做歐霸是首回合的 但萬成是次回合 不過過半哈根應該都沒有什麼還擊之力 還要作客 所以這兩隊歐洲賽 坦白說我都不是很放在眼內的 由於利物浦叫做首回合 雖然你說作客 但是雙兵我確實是很擔心 利物浦的戰鬥力 雖然那些年輕球員發揮得好的 但是對上那幾場 那些對手 其實有些分別 當然對著車路士 是很像是用命的 那場就算真的去到下半場 或者去到家時 用了很多年輕球員出來 但是他們每一位年輕球員 每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 這件事真的要給高普掌聲 他很敢在決賽 因為其實這個說法 我又想問一下 你們倆同不同意 因為我賽後 看完聯賽決賽 有些人就說 高普很敢用年輕人 但是不要忘記 其實如果不是那些主力球員傷了 這些年輕球員都未必在後備 但是反過來的角度看 他們可以 高普可以不在決賽 後備換人的時候 換他們出來 可以放上他們的後備 但是他們叫做換人 都選擇 起用這些年輕球員 去補充對球的體力 覺得他們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這件事真的歸功於他們 這真是看過心理 其實訓練方面 其實年輕球員 他們都開始跟一堆訓練 以及用同一個訓練設施 戰術上 技術上 就有信心量度過了 最重要是 在英格蘭最高的舞台 溫布萊 敢派這些年輕人出來 而年輕人亦都敢作敢為 這個就有賴整個團隊的氣氛 很支持 你進攻便進攻 你放直線便放直線 單屍爆炸頭仔 你在禁區頂裡 或禁區裏面 沒有對著兩三個 穩威射門 就穩威射門 塞了一波 大家一起追 大家一起努力搶回來 大家一起努力去逼 這個我覺得是 高普輝夏的團隊 在利物浦那種氣質 就是給年輕人 氣質 你左手面那位主持 夠不夠氣質 你不要說這些 如果你來你記 他還沒錄機的時候 他經常都在那裡揣摩 我哪有揣摩 他是這樣的 但我又覺得高普是 比較像是 想完成了一個銜接 那種感覺給我 是多些 始終 怎樣說好呢 很多教練都會穩定一些 勝利11人 就會想用死那套方法 因為贏了 但是高普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就是離開這裡 他想再為球隊做出最後的貢獻 換多些年輕人來 不想有一個斷層 有斷層 就像我們這樣 所以他捉中杯 其實對修咸頓那一場 他派了七位 未夠21歲的球員 是不是比你年輕 是 跟我差不多 去踢的 所以都覺得是OK的 但如果你要問我 去到聯賽杯那場 那場是否給年輕球員 我覺得不是 始終都有縣騰堂 和雲迪克去撐住 我覺得那些年輕人 是真的看到一個形狀 這件事其實是OK的 不知是超厲害 但都OK 反而 捉中杯又真的厲害 那些年輕人 哇 捉中杯呢 對著修咸頓 其實呢 你說是否很清脆的人3比0 不是的 但是 一班年輕球員 真是 龔華斯 波比奇勒 干奴巴特利 詹士密干奴 等等 還有後面上來的 丹斯 我不知道有沒有數漏 其實呢 他們整個 給人的感覺 不像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 他不會有猶豫 是給就給 是做自己的事 就做自己的事 在這呢 都拿點時間去吹咒他們先 如果要逐個逐個說 我每個人都可以說兩三分鐘 停 不說 不說 因為今場大師兄沙拿 有機會復出 是呀 年輕人就沒什麼機會呢 年輕人都有機會 始終早打 受傷 要休息很久 其餘四個選擇 你說達雲朗尼斯是否去到最佳狀態 不知道沙拿出來是否最佳狀態 不知道 但是呢 我對年輕人 依然對著萬成也好 無論對著什麼對手也好 有信心的 爆炸頭仔丹斯 真的容許我講一兩句 敢作敢為 有細緻度 在對方的中場線和防線之間 有吉偉拿到球 轉身再比 他做到不止一次 對著盧頓做過 對著上場的對手 落地吟三林也做過 因為後備出場 他是有這球 有這個能力 證明了 先說一個 說一個 說一個節目 不用完 我們可以坐在這裏聽你說完整個禮物浦陣容 沙拿是有機會復出的 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個中場中 嘉雲貝治和居迪斯中司都有機會在這場大戰 但至少可能可以復任後備 但是主場的氣勢是在這裏 還有我之前也說過 高普 林別抽球 球員尚事用命 打感情牌 當然在這場關鍵戰 有主場的氣勢 一定很順 近期 我想那些球員 我以為你想那些暗送臭播 只是臭播而已 我心想他們 我心想他們 我和他 其實我很喜歡高普 高普我是很欣賞的領隊 在多夢想的年代 不過我是擔心近期 那些年青球員 有些人擺了出來 但是有些主力復出 開始要怎麼用人 那些 怎樣去平衡 或者就是 你之間那些輪門怎樣 但是曼城是輪圓了 一路大家都知道 那套方法 或者就是 那些球員的執行 其實我覺得 怎麼都會比近期受傷兵 困擾的利物浦 順滑得多 所以我是自己稍為看好曼城 多一點 的確是 如果論分析曼城套方 當今世上 有哪一隊可以和他比美 但是 執行方面 波頓固然是狀態好 基本上是美斯上身 或者諾賓上身 但是 他們的王牌前鋒 哈欄欄欄 我想說 他和紐尼斯 兩個都紮邊 兩個都同一個夏天過來 兩個都寄予厚望 那志斌仁拿來比較 哈欄特 哈欄欄 然後自然 紐尼斯 進步都沒有那麼快 就被人說 巴欄巴欄 真的這樣說嗎 是啊 有些人有些項目這樣說 但是近期的表現 大家看到了 今個禮拜 怎樣都要為紐尼斯 吐一口悶氣 是吧 誰是巴欄巴欄 現在 跟巴欄巴欄一樣 希望下一場走勢都是這樣 希望把握力都是這樣 少少一個期望 執行方面 萬聖 其實 看到他近期的銳利程度 雖然 形狀是有的 互相的 轉位 猜拳 轉邊 純熟 但是對方對他的踢法 或者對他的專注度 都會打醒12分 13分精神 就好像萬聯上場 對著萬聖 萬聖 溫水煮蛙 那隻 煮熟了萬聯 但是煮不煮得熟 擁有12個人一起上場的利忌 加上球迷的利忌 鐵血的防守 血肉的長勝 我以為你想說球證 12個人 當然不是 我們被球證針對開 雖然上場是有些得益 上場是有些得益 我要承認 但是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上季2023 2223球季 利忌在主場對著萬聖的時候 都是鐵血防守 打防犯 當時我們利迷說 輸小當贏 被他大炒 放了褲 因為當時的狀態 真是 連雲迪克都在做夢 雙兵滿營 舊那代球員 又好像不太能動 不太壓迫 打不到高波的滑波 但是 轉一轉戰術 轉一轉的想法 打個防犯 放下身段 最強的精神面貌 出來 依然是 有可能贏 沙蘭一戰 成光山 國內人跟你說 九手必失 其實我們上場 萬聖 我本身不想說 你提起了 我就一定要說一下 上場我覺得 複仔是很浪費的 完全是大浪費 雖然他入了第一球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覺得 有些page還在吹走那球 其實輸球我真的不想再看到 但是 就算那場 萬聖是收死了中路 擺了很多人去塞死這條中路 的確是令到強迪布里 還有夏蘭 是比較少機會的 而且夏蘭自己也很浪費 有一場 有一球是換 我想不到怎樣不進 那球 我覺得我站在那裡應該都可以進 但是也會有其他人站出來 譬如Folder 他真的沒有放棄過 就算他被人家死了 兩個人抹他都好 他都會找方法去過來 那些是真是世界級球星的地位 他們實在是太多進攻點 你們不會救人去抹得死 他們這麼多點 唯一一個位 我覺得 比較差的位 就是道鼓 我覺得道鼓 是跟萬聖的方便很融入 不是很合格 是比較勢利 但是他就比較粗獷一點 就是比較自己打 對 個人主義多一點 他當然想做多些配合 道鼓這些其實很適合 萬聖的老鼠拉龜 如果一直都找不到對方防守的缺口 換這些球員出來 爆領一段 拉扯一下對方防守的空位 這些球員就適合了 不過Folder的價值就是 你會覺得他就算放在攻擊中場位 他肩負到策動攻勢 和派牌的能力 但是放在邊路 他同樣都有這樣的突破能力 因為近來我想起 踩遠一點 羅馬那邊的戴巴拿 戴巴拿 還扯遠 十幾分鐘 回來 因為戴巴拿 有個球迷 我記得跟我交流的時候 他拿戴巴拿和Ford 去比較 就是覺得戴巴拿 他都是感覺技術優勢 上波能力 又可以做到派牌 又可以埋門 跟Fordern是好似 但Fordern那種在邊路的突破能力 他的加速力 其實你叫他放逆風 即逆足右邊的逆風位置 完全勝任有餘 這些就是Fordern的價值 這些就是Fordern的前則 人家本身是逆出身的 但他的可塑性是放在中間裡 是的 的確是 你剛才說攻擊點夠多 這件事我覺得 利物浦是 那條防線 雖然近期 幾場保持不失 兩三場 對 兩三場 但其實感覺 好像上次聯賽對著森林 很多機會 森林都 伊蘭家 我慢的伊蘭家 前我慢的伊蘭家 中三下近射 然後基比斯位置 又要遠射 其實整體森林 如果是最後那一下 球證不是有些 即是判錯了 開球那個 公正球那一下 真是森林有機會得到分 但怎樣都 我都是堅持我的選擇 就是萬成這場會是 助往往贏 1比1或者1比2 剛剛說到 其實對方也有不少機會 其實幾場都是這樣的 順便讚多個 基利夏 基本上 是你守護神上身 他撲單刀出營的時機 基本上是學了東西 尤其聯賽杯 對著車路士 連續兩下的近射 都是左飛右撲 其實對著萬成怎樣分析 都是悲觀一點點 我自己預備的話 如果利物浩和萬成對攻對場 論體能 論吸塑 論形成熟度 默契 當然是 利物浩雙兵之下 有些折扣 學房中為華齋 但是 講了這個正路的波膽 我猜1比3 有可能是輸1比3 很壯烈而慘情的故事 但是 萬成 對對對著他 都是這樣 收好密集 做好緊密度 當然要有些個人的表現 剛剛所說的基利霞也好 雲迪克 搭著甘拿迪也好 甘奴巴特尼 對著杜古的突破也好 全部都要打醒20分的精神 如果做到 沙拉出到來 可能有狀態 因為之前對著奔福特 又是出了不夠一場的時間 20分鐘 就一招了 是 其實很快有狀態 如果沙拉有狀態 另外兩位大雲流利斯 就佔入街景 加上可能另一個進攻點 他們衝到一些反擊出去 對抗到萬成 牽制到萬成 甚至入球 其實悲觀是悲觀的 但是我依然相信 利物浦有機會複製上年的比數 1比0主場 戰勝萬成 這個是我另一個球打 哇 很反覆 對 其實要有很多 不同的打法 始終這些大戰是要講很多情況 領隊怎麼想 踢出來的方法 實際有太多不同的因素影響 我自己就覺得 我會看 首先第一點 沙拉會不會出來 第二點就是 究竟你不可以用什麼方法 但其實我自己都覺得 在艾菲路 是有一定的魔力的 而且我覺得麥卡爾士打 現在踢的位置實在太舒服了 就是他現在的位置 有些百里頓那時候的感覺 發揮到了 對 發揮到了 然後 安數 然後 蘇寶 遠藤寒 都能出回來 就是上場 然後奈利斯又可以出回來 我覺得 今次應該 會用的青年軍 應該都是只有 那我就會覺得 都有那個成熟的穩定性 那我就會覺得 可能會打得比較保守一點點 可能是會1比1 或者2比1 就是利物浦贏 佐王王贏 這樣 這跟我想法有點像 不過他傾向了主隊那邊 這場難猜 真的很難猜 真的五五波到爆 我覺得 你是覺得 可能4-6或者3-7 其實正常猜 是4-6或者3-7 希望你的寶貝 蘇寶詩拿爾 狀態就 爆升 他昨天說他可以 那就可以了 加上 魯爾斯迪亞斯的衝擊力 或是家譜 如果 希望家譜也狀態好 那一句 希望大家都 下一早日 回復狀態 這樣 這樣就 4-6波 好了 可以了 講夠了 我們要下一節了 否則今次節目 只有一節 平衡萬迷的心情 下節見 喂喂 只是聽人說球 會不會 差一點點 我知道 廣大的球迷 都有很多自己的意見 就是這樣 我們專程製作了一個 給球迷發表意見的節目 球迷自由港 下星期一晚上八點 沒有專業評述 沒有球評家在這裡解答 交給球迷 來講一下對球隊的看法 對賽事的意見 講什麼都可以 可能是香港第一個網台節目 真是球迷主場的環節 下星期一晚上八點 封閉節目 球迷自由港 交支咪給你 回到第二節的 什麼波都追 這節的主角 當然是愛華頓 沒錯 我懷疑你是愛華頓球迷 我每一次拍攝 大家可以提起紀錄 每一次都講愛華頓 你怎麼這麼記得 我真的沒什麼印象 因為每一次都要重新做功課 我記得 不是上次說 不只愛華頓 你搬來 我真的想打你 我心想 剛巧而已 沒辦法 抽中了 這個星期就選萬聯講一下 星期六頭場 其實萬聯都很久沒出現過 星期六頭場 因為沒什麼觀看性 觀看性 坦白說一句 萬聯上星對著萬城 是技術性擊倒的 被技術性擊倒 我以為你這樣都收貨 當然不收貨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明白 這個情況是怎樣 對著這些強隊 希望沒有輸這麼多 我覺得要做適合四個環節 第一件事就是 防守要先穩住 盡量做到接近滴水不漏 上個星期其實就是 頭段 我想剛才康型上一節都說了 踢了60分鐘 防線都守得 算是這樣的 第二件事就是 要有些奇蹟的入球出現 而奇蹟的入球可以有幾樣東西 包括一些世界級的軟射 上場做到 又或者一些死球 但是你要有死球入球 你首先要搏到死球 但是上場 就連搏到死球的情況都不是很多 這些是進攻情況 當然你長期被痛 長期手壓 人家自然不會 不是那麼多機會 在自己後方有犯錯 或者撲救 第三件事就是 要有些幸運成分 好些幸運成分 當然是包括一些 審十六的球證的判決 所以天平就要撐在曼聯那邊 即是黑哨 我沒有這麼說過 那時候贏 近年來贏過曼城 都是靠黑哨的 那球越位 班奴凡迪斯 護著球 然後武昇到越位 然後福仔射入 即是靠這個黑哨才來 總之我意思就是 大家覺得很有爭議的判決 你也知道球證也是人 他的想法就是 側在曼聯那邊 這個才有機會可以協助到 曼聯可以以弱性強 第四件事就是 當然 臨場球員的所有球員的個人發揮 跟對面曼城就完全是 南圓北切 天同地比 結果 其實 做到 一兩樣 就是做到遠射神來之不果一下 但是 論整場比賽的形態 當然是輸得很合理 好了 我真的想問一下大家 今早我也在想 今時今日在聯賽 對著 因為上場控球輸了 現在今時今日在聯賽 對著哪一隊球 是可以有機會 你覺得控球比率是壓著對面 有那種很有侵略性的控球 隔著對面來攻 而六四比算不算 六四比 還是七十對三 都算 六成五 六成五 真的難搞一點 你覺得是萬聯控球上面可以贏人 還是哪一隊可以贏人 萬聯控球上面可以 很有說服力地 插著你來踢的 在港京嗎 有安東尼在這裡 兩腳就塞 在港京 有安拉拔塞 哪有人會控球 德文盧控球好一點 湯文尼控球 其實你都會有點害怕 所以我不覺得是對手問題 你不要想對誰才能控球 你應該要叫對球爭氣 你會明白嗎 為什麼你要控制對面 還是控制自己 知道嗎 但是自己也控制不到 要看對手 要配合對手 我就覺得 這個星期的對手 是少數 唯一對我們萬聯 可以多機會控球的 愛華頓 因為大致 你都知道他喜歡打高球 不是很講求控球的 以前是班尼年代也是 另一隊當然是石飛聯 因為石飛聯已經接近收工 因為和尾四差幾分 差11分 而且士氣太低落了 還有一隊可能是韋斯岩 韋斯岩中場有很多好球之人 爭在莫耶斯的想法 就不是很講求控球在腳 但是愛華頓叫做 這個星期還要曼聯在主場 應該都會比較佔多控球 但是我說佔多控球 不代表我猜曼聯會贏 就是猜到 但是呢 極其量禁區 左轉右 右轉左 不然U字形 打不打進去呢 似乎有點憂慮 海倫受傷了之後 曼聯的進攻好像 不知如何完成 其實對著曼聯 上半場還有些反擊機會 但是呢 進攻狀態 加拿早也好 Rasbrook也好 拉西福特有傷 加拿早 其實控球也控不定 單對單 又好像 看到對面 阿駱加來 已經躺了雞 自己腳軟 那種感覺 其實 沒有了海倫 怎樣終結 都是一個問題 我在想 其實呢 反正 愛華頓都會收在後面 最簡單的是什麼 炸高球 炸高球 找誰呢 麥湯文尼 除了麥湯文尼之外 如果卡斯米露出 其實他們也有機會 尤其是死球方面 麥湯 卡斯米露 甚至華拉萊 高佬上去頂 那個入球的機會 甚至是比前面 靠前面的組織 靠前面的個人能力入球 更加之高 我覺得呢 要說回上場對曼城 對這場來說 是沒有參考性的 因為絕對曼聯 是不會打回上一套 方式 這麼黏的 的確是 那就會控球再腳 比較有參考性 就是再對上一輪 對著富咸 那一場會有參考性 那一場又是那些 狗攻不入 被人打反擊 那樣 我覺得和這場 場面是相似的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討論 控球的多 因為其實曼聯 控球多又是細波 控球小 這個是一個 我搞笑 這個是一個搞笑一點的話題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是說 你沒有幽默的 那個人 我是不是 我突然間 忽快期想想 現在今時今日曼聯 對著哪些球隊 可以有 這樣的控球 優勢 話實 你剛才說對富咸 狗攻不下 我都覺得很勉強 尤其是下半場的表現 狗攻 算不算狗谷 都沒什麼點攻 就是猜著球 等等 你用哪個狗字 狗控 還有哪個公子 狗狗 狗狗 你說是數目指的狗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舒服 他打正箭頭 因為他對富咸那場 打個九號位 我這裡記住 很廢 打九號位 上場 其實打個無風陣 他可以用球 去做突破 再起腳 是比較好 因為他很少那些 窩裡抽射 通常都要自己控兩腳 不知道他為什麼 喜歡 可能是一個習慣 那就比較差 如果要踢九號位 但是都有好消息 可能下場 聽坦克說 是有機會 復出的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 你好 恭喜你們 你做什麼 我真的恭喜你 真的恭喜你 我們利物浦 受傷兵問題的影響 是新同感受的 沒有了個人的問題 好像沒有了沙拉 我們很掛念沙拉 所以我明白你們有多掛念海倫 是的 但是 是不是的 你的風是真的嗎 這個星期還是下個星期 我都不知道 這個星期還是下個星期 但是要搶四的話 這場是 選你嗎 什麼 會不會選你 我可以選你 不是 硬來 一定要選你 所以我覺得 其實搶四都很渺茫 現在是 如果輸完這場 輸完下一場聯賽的話 我覺得 是可以直接跌落去 第七、第八的位置 因為都不是真的差很遠 反而搶四的位置是更遙遠 我覺得 都要好看過後防 因為 我生氣到發出一個故事 就是說 沙拉伯真的很沙拉 因為他那一刻被失去 我真的覺得 WTF 然後伊雲斯又相出 我自己覺得 後防陣容 就會比較 差一些 我想應該怎樣都要 可能連迪路夫 搭華拉尼 再搭達羅子 然後可能沙拉伯 打個 集位 估是這麼估 但是天殘尼缺 其實萬聯的雙兵狀況 和日浦都是不相伯仲的 但是你說爭前四的位置 都打定輸數 因為你看看那些 競爭對手 維拉和日浸 我們待會第三次會說 其實那兩隊 是很on form 那種on form 很夠sharp 好像我的球衣 那麼sharp 還有那些進攻速度 又夠快 過關能力又強 攻擊點也是比萬聯 現在這一刻是多的 但是那兩隊 稍後再說 你講完萬聯 都要講一下對手 幸好愛華頓 近來其實都是其中一隊 下游球隊 互級球隊 其實他們的狀態 幾對球都很接近 盧頓、石飛聯 和班尼三對 星巴馬其實都狀態差 連敗了 愛華頓現在的情況 和尼三的盧頓 就差五分 沒有踢試一場 不過這些事情 我覺得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愛華頓可能心想 不要說心想 普通基本思維上 邏輯上 你會覺得 盧頓 你是不是真的有把握 可以贏那場寶賽 以及去到季尾 大家都鬥爭 盧頓 你都知道 他們不是太多根兩 材料有限 愛華頓 近期有個利好消息 就是扣分那裡獲得減刑 所以都有點失分空間 戰意和鬥心 我覺得就沒有之前扣十分 那時候 真是水深火熱的狀態 反而差了 是反而差了 扣十分那時候 剛好他們的強勢 那時候就六場 要贏五場 唯獨 就是輸給曼聯 在主場 但是那場其實 精神面貌 你說向前 谷起上來 都令到曼聯有機會失波 加拿早段那球神來之筆領先了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上半場尾段 都有機會迫和 說愛華頓的攻勢 但是最近 對於利利利好消息來說 愛華頓 最近十四場 原來贏得過一場 看起來好像很壞 但是和了六場 當中和過百里頓 和過阿士忠維 和過二次 剛剛房忠維兄 所說的兩隊 都守得和 如果愛華頓 拍起大巴上來 打起旁邊上來 以曼聯進攻的熟練程度 的確是要靠少少偶然性的因素 軟射也好 死球也好 先者可以得米 愛華頓 攻擊火力方面 其實上場 雖然輸了給韋斯咸 三比一 看起來是輸兩球 但大部份時間都有優勢 麥尼幾球軟射 甚至兩邊的邊路全中 都頗有威脅 不過攻不也 最後失敗兩球 這些就是名數也好 還有那兩球 蘇哲 退後兩三步 一路控一路 一路抽 抽個drop care 然後又彎了個網仔 這些真的沒有仇報 但愛華頓真的 不是想像中 那麼容易吃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上一場好像三比一 輸得很明顯 但其實是九十一分鐘 才輸到第二球 保持自己壓上去 沒辦法被人打反擊 這些如果不會發生第二球 就不會發生第三球 那種戰果 那我自己就覺得 沒辦法 阿希奧娜真的很厲害 他真的搜到比桃的十二碼 還有他一下子射 這兩球 你基本上都會覺得 一對護級球隊 你起碼十二碼要先入 或者不是 任何球隊十二碼 你都會覺得他要先入 而且那一下子射 我覺得是很難救的 都救到 那是有點不幸運的 那位置 但是 我想提到一個位置 就是 我覺得愛華頓的首角球 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上場看 就看到他首角球 加拿和密尼爾 就會站在八線上 好像有三個籠 那樣 就會覺得 會不會令到 湯文尼那些 剛才你說 可能都要靠死球 角球的一球 會不會反而擋 好像有三個籠 死球防守 我就不擔心愛華頓 因為大臣最擅長 調教這些防守 以及調教這些 英式 攻球 進攻和防守 也好 而匹匹曼聯 在進攻死球 是其中一隊最疲弱的 傳統豪門勁女 你也看到的 入球死球的 入球數字 也有版 所以我就不擔心 陣地戰的防守 好了 愛華頓有沒有機會 可以守住 然後可以打到一些反擊 麥尼爾是其中一個 其實這場球 有很多人 都是賭歌的 麥尼爾也是 麥尼爾年輕的時候 都合力過萬聯 不過沒有為一隊上的就是這個意思 加拿揚甲 米高堅尼 是不是 有沒有數流 我都怕有時候數流 沒有應該 差不多了 那看看會不會賭歌 有些 那些 證明自己 所以就證明了 我們和愛華頓的關係是非淺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救我們 而且呢 今季呢 萬聯在英超贏得最多 正勝球 就已經是3比0了 正勝三球已經是最多 就是對著愛華頓 那樣 所以我就會覺得 可能都是要靠一些神來之筆 軟射 或者是真的要很漂亮的組織 才有些基 那我會覺得萬聯可以 小勝到1比0 或者2比0 我都差不多 我覺得 有兩個可能性 萬聯小勝的機會都是有的 始終在萬聯主場 奧脫福應該都有這麼多 氣勢的 還有的 愛華頓始終防守反擊 防守反擊 比上場的機會會更加少 因為對著韋斯咸 都是對攻那種 快上快落 有時候 愛華頓機會少些 他未必能入球 但是有入球的能力 第一個可能性 萬聯 我想 祝福一下你們 1比0 始終勝 總有些機會 總有些個人能力 總有些運數 會入球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1比1 兩邊 角入一球 萬聯 不知怎樣掠 可能掠到一球 我剛有預感 麥湯或卡斯米露 又會把球鑿入網 是預感 但愛華頓有可能入球 除了剛剛比圖 其實可以的 他的身體對抗性 很厲害 憲制著你1、2個中間 然後我分比 立刻你上來刺 遠射或密尼爾中間 砰 搞定 你知道奧娜娜的 雙手又短 雖然表現回用了 但雙手短 對於遠射來說 相對會差一點 所以 就是這樣 有機會入球 你問我萬聯 當然攻擊他們 剛才在賽前 開咪前 我和坤寧特地研究一下賠率 我沒有想過 主效和主勝 萬聯是1.83 在我心目中是比較冷 我當然知道 萬聯的近況不好 或者整季下來的走勢不好 但我打算 以莊家的思路 主場對中下游的球隊 應該怎麼都可以 1.5、1.6 差不多 他開1.83 我不知道他會介入受傷的因素 但怎樣都好 這個盤也是攻擊萬聯 現在你買了萬聯 如果他主場讓得太多 你就覺得 哪有贏得到這麼多球 最多是鮪魚生捉 所以你買下盤那些 一定是好分的 一定是 長追萬聯的下盤 我相信今季應該都有斬獲 這場我和阿基夫的想法差不多 我覺得愛華頓是有機會可以得到分數 1比1 我是其中一個和阿基夫撞的波打 不過 你說愛華頓 有這麼多千萬聯的球員 有朋友 有互給的壓力 我自己心目中 就不是很擔心他們的球員 現在或者擔心愛華 和今年能不能夠互給 我覺得他們是可以的 萬聯主場 可能五打五撞之下 好像之前對著森林的竹種杯 或者對著盧頓 之前的一場聯賽 其實都是踢得不好 但最後就憑著個人能力 可以得到那場球的勝仗 小勝的意思 所以就1比1和2比1 齊齊齊齊齊 無緣無故進球 都要勞盾 完全沒有什麼共識 有什麼共識 有啊 我和維卿有共識 沒有什麼進攻的辦法 齊齊齊齊齊齊 不知道怎麼進球 總之不是太好看 但是都要看 因為他是早場來的 下一場就應該比這場好看 下一場就真的好看 下一場就真的進攻保證了 待會再說 咦?KK? 我喜歡搞會員制 是嗎? 那我們要做什麼? 不知道啊 我想要多拍影片吧 但是KK 你是車路士女神 當然多人看 我拍影片 會不會沒有人看的 整群阿仙奴求迷 你怕什麼? 你大幫人看吧 還敢說? 不過不要緊 我們這麼多主持 應該有很多東西看 沒錯 還要多些人裝會員 我們多些資源 請多些主持 做多些不同的影片 聽說還有很多輪迷都加入我們 是嗎? 到時我們夠多人 就可以搞個大型的看球派對 真棒 是啊 快點吧 加入會員 怎樣做? 這裡 你也要 快點吧 回來這一節 就是爭四大戰 自東維拉對著熱刺 其實我是臨毅壽命 我原本不是選這場 但我贏了給我新奉的這位利迷 太好了 那你有什麼 insight 這一場 應該是你選的 講心路歷程 本身我就被迫選這場 我當然是選利物鋪對萬成 然後我看到 我超誇 我看到噴姐搶了利物鋪對萬成 我心想爭灌大戰 關你萬聯什麼事 其實我是不想說萬聯的 如果不是你選 我一定不會想說 你選先 你選萬聯 這場我覺得是很接近 這一周比較好看的一場 無論利物鋪對萬成也好 基本上看球的人都會看 但不要忘記 爭灌大戰之前 有一場頭盤是爭四大戰 阿士東維拉對著熱刺也挺好看的 阿士東維拉 你看他上個星期的表現就知道 踢得快的時候 當然銳利 套方很穩陣 進攻夾得好 屈堅絲狀態好 但是你一說他控制節奏 控制不了 被盧頓壓回來 一度逼和了2比2 最後靠迪利的入球 電勝 但是可以見到 阿士東維拉快到收不及制 而熱刺 普斯迪高路進來 其實就是快打旋風那隻 對著水晶弓 上半場慢慢來 又真的攻不入 咬不入 但下半場 天武雲 你摸一下 你爆一下 又爆到 後臂下來 奔蘭莊信 又衝一下 又衝到 即是一加速 一快起上來 進攻就有效了 所以今場 如果論觀賞勝的話 只講觀賞勝 掩著球隊 掩著樣子 利物浦對曼城 可能是陣地戰 剛剛也說到 但是這場 應該真的飛沙砍石 快打快 應該是好看的一個頭盤 希望是對攻格局 還有兩隊的射手都合適的 維拉屈堅絲 今年 我想 英少李選最佳勢的人 一定會遇上他 你想想 維拉的前鋒球員 他在說 在聯賽入球 助攻的數字 雙雙雙的成績 還有 不是說籃球 你立即想起籃球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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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連他都開了,然後後備入替的比蘭莊順 連他都開了,當然要說,熱刺前線不要經常靠孫英文 上星期李柴李柴決陣,比蘭莊順後備入替可以交到作用 另外麥迪神復出了一段時間,狀態慢慢提升 我自己又喜歡熱刺,或者我覺得這兩隊的分別就是 熱刺的攻擊點比維拉更多 因為除了前面那幾個球員之外,熱刺是說後防,撲路和烏度機 加上那些中堅,其實上場對著水晶攻,基斯頓羅美奴在後場殺上來 助攻,頭槌搞定了,個人金貴聯賽第四球 他一向都是一個很頂得的中堅球員,加上雲迪雲 所以熱刺基本上前中後三線,我都覺得很多進攻的武器都在擺出來 但是維拉呢,相反近期有些主力受傷,布巴卡卡馬拉 影響了中場的串連 還有我擔心,在入球方面都是比較側重屈堅師 如果屈堅師一旦腳封不順的話 未必這麼容易可以減掉滅廁 是,上場還有一些隱憂,即及藍絲都相出了 現在都出不出場,都成疑的 而且我覺得現在阿士東維拉最大的殘缺位,就是他們的後防 我記得第一輪,阿士東維拉最熱刺的時候 其實孫興敏是Hedtrick了,不過Hedtrick是越位Hedtrick了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維拉可能真的有心莊你越位 然後令到孫興敏真的越位了三次 還是真的沒有心成功地莊 但是當他們正選的兩位中堅都無法踢倒的時候 莊越位未必這麼有效 而且我覺得孫興敏處理單位都是非常冷靜 雖然只說數據,他可能不及屈堅師入了這麼多球 但其實他都是double的數字入球 所以我覺得李策烈神現在傷了 然後孫興敏打到正前 然後天武雲拿打過左翼 其實都是不錯的 因為都真的夠快,快打快 從旁天武雲拿或古路石夫斯基衝上去 還有一著就是中場比蘇馬和賓坦古雅 隨時又不知道做到什麼出來 對於維拉來說是不穩定的因素 麥迪森會不會無緣無故整球軟射呢 見過不少 而此方面的狀態 其實見到他們近期可以說是養尊儲優 上個星期對著水晶工之前 差不多10天休息 休息完隊員水晶工 上半場可能比賽感覺差一點 下半場拿回比賽感覺 接著沒有勾戰壓力 又有一個星期休息 如果狀態好發揮好 有範疏 加上速率 如果對著亞士東維拉 雙兵問題 如果快打快 就是身後球 莊越衛又失效 其實如果扣上去 熱詞雖然作下 維拉主場很勁 但是熱詞可能 戰術分析來說 量度來說都是看高一線 兩隊的防線壓得很前 都是很講求高位壓迫 所以剛才康林說 維拉莊越衛那些 都不是一個新的課題 大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有留意到 那個莊越衛次數成功率高 而且次數是多的 但是熱詞同樣 他們都是很積極 那些後防局是壓得很前 所以這場球都側向中場區域 我就很難可以想像到 那場球的畫面是怎樣 不過我相信 維拉近期是多了一兩個雙兵 而且很影響到他們中場的結構 及藍絲 再加上之前寶巴卡卡馬拉 所以真的會有些實力有所削弱 熱詞 我覺得他們是有這樣的進攻的震懾力 是強過維拉的 所以我就猜一個 我就猜一個球彈 冷滿一點的 熱詞贏3比2 大手交易 肯定是好看的 兩個球彈 維拉方面 今季運動得太順 應該大家都猜不到 還有他 還不想被爛聯雙殺 是啊 這個是 今年唯一可以開心 那次贏了維拉 已經是我2024年最後一次露出笑容 最後一次露出笑容 這麼慘 現在3月多了 沒錯 農曆新年前 好像是左右 維拉熱詞一定緊湊 2比2是其中一個比數 另外 好像剛剛所說 看好熱詞多一點 但是贏呢 又真的不會贏很多 兩隊都可能入第三球 只是看看哪一隊機會大一點 你說泰利文斯 杜格拉斯路易斯 或者麥堅 他們都會有一點靈感 尤其是泰利文斯 或者是杜格拉斯路易斯 突然被一球很漂亮 突然有很漂亮的動作 這樣 通道上去 為秘利 或者是 阿申亞比 應該會出場 因為羅渣士 打得一般 阿申 他們絕對 都有些能力去改變戰局 所以 另一波打 是 2比3 是熱刺,因為熱刺始終個人能力的級數都是擺在眼前 孫慶敏、古駱石夫斯基、天姆雲娜、麥迪神、賓蘭莊順 能力上可能是比隊友差一點 但亦都有良好的狀態,加上他們的體能是充足一點 體能充足夠時間休息,有些時間運用靈感 有機會是熱刺,贏3比2,多於維拉贏3比2多 所以另一個幫旁,2比3,熱刺贏 還有維拉是踢歐洲賽 是,是,好,但他明年也踢歐聯 他現在不用擔心歐協聯,兩個級數 明年踢歐聯比較重要,錢也不同 但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雖然他們兩個現在是四位和五位,感覺上比較累 但其實他們是挺搞笑的 因為熱刺會比較遲入局 容易在早一點的階段讓對手入球 今季都很多次讓對手入球,然後再追回 但是,阿士多維拉偏偏一開始入很多球 但到中段守不住勝局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對決 形態的格局 剛剛好是吃正兩邊都是相反 所以我會覺得是挺有趣的 我會覺得第一隊入球是阿士多維拉 但最後究竟是誰贏呢 就真是很拿不穩 因為維拉也有得禁制的 例如剛剛說,穆沙特入比 跟著甸妮 都可以找球員進來禁制 還有卡薯其實也有少少入球的靈感 但另一邊商呢 我都認同來說,連是連 天武雲娜都起了機的話 會不會就是今季熱刺爭死的靈魂人物呢 他會不會真的就從此腳鋒好信呢 因為他上場都有一個單刀 但是被人撲到 然後第二球就把握到 我覺得他可以向孫興敏偷試 始終是敏徐彈到他真的有分不上質素 但是大家是不是忘記了 熱刺在主場 就1比2輸了給浪斗 因為那場韓國打給你 韓國打給你 韓國打給你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大家秤到熱刺那麼高 其實這兩隊 你看他近三四場 全部都是有入球有失球 所以我們這些球膽 很多基夫同學和表哥泰 都覺得這兩隊是有入得有失得 我只是看你 反而我給你剛才說的說話 啟發了我 突然間燈燈燈燈燈了 哪一句 半全場 我也是這樣想 我會覺得屈堅持在開始 就已經可以把握到 譬如羅美路比較遲入局那些 就可以把握到這些 就先入球 所以我覺得他可以一開球 就已經把握到兩球 所以我就會覺得 要是阿士東維拉贏3比2 要是阿士東維拉輸2比3 我也是認同你那種很大手不交易 但是我自己會比較覺得 是阿士東維拉第1隊入球 OK 比數對比 我直接在這裡禁止了 那等一下會員章節說什麼好 我講一下我們的主持人 我最喜歡講會員章節的 就是我們可以爆出主持人的私事 好 等一下 那大家 尤其是爆出不在那些主持人的私事 我們剛剛在這裡和我咬耳朵他超級八卦 其實黃中維真是超級八卦 很有八卦 你知不知道呢 超級八卦 不如我們等一會再說 好了 OK 今集節目時間 是這麼多了 你喜歡擅長的 comment 一下subscribe 還有多多留言 wrapper 打到我字幕才知道wrapper comment 一下subscribe 多點留言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是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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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